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講葛南西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 首先我們講批判的馬克思主義 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 我們講的就是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 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的 這樣一個初創階段的思想 那麼在這裡面首先我們看一看 就是說我們要讀的這樣一個原著 他們讀的原著裡面一個是 葛南西的《獄中雜記》 葛南西因為他在他的整個生平 整個思想的創造它是分兩個階段的 一個是被捕於以前的 一個是《獄中雜記》就是在他被捕於以後的 那麼以前他和他的從事的這樣一個革命活動 他是連在一起的 那麼到了這個被捕如玉以後呢 他就開始對他的這樣一個思想 做一個哲學的這樣一個反思 所以他的這個很重要的一些哲學思想 主要是集中在《獄中雜記》裡面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 這一個是盧卡奇早年 也就是他的第一本 這個馬克思主義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寫的第一本 這個哲學者這樣一個著作 在這個之前 也就在這個之前呢 不能說盧卡奇啊 他沒有這個哲學的著作 在之前這個盧卡奇他出的 包括這個小說理論很多 實際上也都是哲學的 都哲學的 但是呢 就是說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開始寫這個哲學著作的時候呢 他的第一本書就是《歷史與階級意識》 這是把它區分一下 就是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是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 社會存在的本體論呢 是他晚年的最後一部著作 最後一部著作 就是在八十高齡的時候 完成的這樣一部著作 雖然結構上比較亂一些 比較亂一些 但是呢 它裡面呢 這個要表達的思想 就是把它早年思考的問題 可以說在這個時期啊 他把它集中起來 把它寫出來的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是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 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 所以這個 這是我們講的這樣 幾個人的這樣 三個人的這樣一個主要的這樣一個著作 下面我們講一下思考題 思考題 呃 我想講一下 你們看一看這個思考題 這個思考題呢 一共是七個 一共是七個思考題 那麼七個思考題呢 呃 這個裡面有四個都是葛蘭西的 有四個是葛蘭西的 那麼兩個是盧卡奇的 一個是科爾斯的 這個啊 就成了我們這一張講獸的一個重點 我們可以看到講獸的這樣一個重點 就是前面的這個世道題講的是葛蘭西的 也就是說 我們這一張講獸的重點是葛蘭西 是葛蘭西 其次是盧卡奇 呃 最後呢就是 科爾斯的呢 大家結合看書的時候啊 呃 講一下 因為科爾斯的這樣一個思想 最主要的 他對西方馬斯主義的貢獻 我們在講哲學定義的時候 西方馬斯定義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 這個第一次課講西方馬斯定義的時候 已經把他的思想啊 已經講了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看 已經都把它講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 呃 不再講他的這樣一個 呃 展開講了 但是要結合這個看書啊 來思考他 那麼對於這個 葛蘭西的這樣一個思想 為什麼我們要作為重點獎 為什麼要作為重點獎 就是說在葛蘭西呢 他的這樣一個著作啊 他的著作啊 呃 並沒有像這個盧卡奇那麼多 沒有盧卡奇在這個數量那麼多 但是呢 我認為他們兩個人是兩種 不同類型的哲學家 不同類型的哲學家 就是說作為這個哲學家呢 他實際上是有兩種 就是整個哲學史上的哲學家 他是有兩種 那麼一種呢 就是他能提出這個 一個時代的哲學觀念的變革 就是他提出來一種新的觀念 也就是說提出來一種新的研究辦事 他會對整個的這樣一個哲學的變革 而產生一個巨大的影響 那麼以後的思想可能在一個世紀 在一個或者若干的世紀裡面 人們所解答的問題 所思考的問題 都是他所提出的這樣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都是在他的這樣一個觀念下面 開展一個問題的研究 那麼這是一種 那麼另外一種呢 他只是對某一個問題 或者前面提出來的觀念的一個重新敘述 重新敘述 或者說呢 他是對一個具體問題的一個提解 所以這樣的哲學家呢 他在他的時代是有意義的 他在他的時代是有意義的 他同時在他的時代 他所在的時代 他會產生影響 但是他對後面的 對後世的影響 或者在幾個世紀的影響 他不如前面那一類的 就是說那種觀念的哲學家 往往一個觀念創新的這種哲學家 就是說對整個哲學帶來革命的 這樣一個思想家 他們在他們在世的時候 他們的思想可能不會被發現 甚至他們會遭到攻擊 遭到反對 但是呢 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 他當他的思想 他所遇見的這樣一個時代到來的時候 人們會反复的去研究他 反复的去研究他 那麼在這個裡面啊 我們前面看到了 可以說馬克思是屬於這一類 思想家 盧森堡是屬於這樣一類思想家 那麼另外呢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 整個哲學裡面 葛蘭西是屬於這一類思想家 相比較之下呢 盧卡齊在這個思想的創造上 創造上 以及他對後世的影響上呢 就遠遜於這個葛蘭西 遠遜於葛蘭西 所以雖然盧卡齊的著作很多 但是在這個觀念的這個提出和變革上 他是有遜於這個葛蘭西的 而葛蘭西的思想影響一直到現在 比方說他的這個文化領導權的思想 不管在東方在西方 對於現在從這個後馬克思主義啊 整個的這個 可以說從20世紀到21世紀 他們都是圍繞他所提出的這樣一個方式啊 來展開研究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這個葛蘭西啊 作為重點來講 作為重點來講 盧卡齊呢就是 我們也會講 但是呢講的呢 比這個葛蘭西呢要稍微劣一點 稍微劣一點 因為這個克什的關係 本來也是可以展開講的 我們在講說當中你們就可以看出來 這兩類思想家 就葛蘭西和盧卡齊啊 他們的思想的深刻性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呃這是一個要講的 那麼在葛蘭西的這個哲學當中啊 我們主要就是說 掌握他所提出的觀念變革 他在提出了哪些觀念 提出了哪些觀念啊 是引導我們整個從20世紀到21世紀的 這樣一個馬次主義哲學的 呃是哪些觀念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葛蘭西對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定義 對哲學和實踐哲學定義 就是在作為一個馬斯主義哲學 就是對於哲學觀念的這樣一個變革 在整個哲學史上 不管是哪一個 特別在19世紀或20世紀初開始 這個哲學的變革啊 是首先對哲學這樣一個問題的 重新反思開始的 對哲學的問題 就是對什麼是哲學的提問開始的 就是任何一個哲學家 他等他 就是當他要 就是形成這個哲學革命 形成一種哲學觀念變革的時候 他是從 重新定義什麼是哲學開始的 如果說哲學的起源啊 哲學的起源 是從什麼是哲學開始定義的 比方說巴密德啊 就開始定義存在和非存在 那麼什麼是哲學的 這樣提問開始的 那麼作為以後的這個哲學變革 也是從哲學是什麼 什麼是哲學 這樣一個提問開始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首先呢 要了解葛蘭西 對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定義 這是對他這個思想觀念 變革起源的一個 最基本的問題的一個把握和研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要研究他 關於這個理解葛蘭西啊 關於實踐哲學 和他的政治哲學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現在講這個政治哲學 我們國內也開始研究政治哲學 但是政治哲學 它是不是和這個哲學的本體論 一個不相干的學問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 就是說作為你這個 形而上的思維 對政治哲學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或者說你政治哲學 應該建立在一種 什麼樣的哲學的基礎之上 他們之間的這樣一個內在聯繫是什麼 那麼這個問題呢 可以說在葛蘭西 他作為一個上層建築的這樣一個哲學家呢 對這個問題做了一個很好的閃述 那麼對於這個問題呢 也是我們需要把握的 就是說我們在 如果你要是拋棄了 就是說我們的哲學當中 特別對格蘭西的哲學 你拋起來他的實踐哲學的這一塊 那麼這個他的這個思想 他的政治哲學的思想 在你的這個研究當中啊 就神仙為什麼一些碎片 他當初是沒有內在的理的 實際上他的政治哲學的這個有機構成 他的政治哲學的所有有機構成 都是以他的實踐哲學為基礎的 就是實踐哲學啊 可以說是他的整個政治哲學的一個理念 因為有了這樣一個理念 所以他的各個部分呢 組成了有機整體 所以這樣呢 我們就出的另外一個題目呢 就是實踐 他的實踐哲學啊 和他的政治哲學的這樣一個關係 這個對我們思考這個哲學啊 也是有一個方法論的意義 就是說我們在研究 任何一個具體的哲學問題的時候 要看到這個哲學問題貫穿於其中的 就說隱藏於其中的觀念的東西 他所提出的觀念的東西是什麼 如果你把這樣一個觀念的東西把握了 那麼在你看到的各個具體問題啊 就不是一些碎片性的 一些個別性的 而是看到他的一種整體 在整個哲學變革當中啊 任何一個問題的提出 都是他的一個整體性的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我們就來具體看一看 《葛蘭西》的這個市民社會理論 和他的有機知識分子理論 那麼他的市民社會理論 和有機知識分子理論呢 可以說是他的政治哲學的 兩個最重要的理論 兩個最重要的理論 當然他還包括政黨理論啊 這個我們都會都會涉及到講的 那麼所有的這樣一些理論 政治哲學的這樣一些理論啊 我們都可以看到 實踐哲學怎麼貫穿於其中 然後形成他的這樣一個 市民社會到有機知識分子 這樣一個範疇之間的 這樣一個內在聯繫 內在聯繫 所以使他的這樣一個 市民社會的理論啊 或者說他的整個政治哲學啊 形成了一個整體 是一個完整的這樣一個整體 完整的整體 那麼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呢 就是說一般的評價啊 就是說現在都是在評價 就是說葛蘭西是一個 上層建築的哲學家 上層建築的哲學家 那麼我們就要通過他的研究 來理解一下 為什麼說葛蘭西是 上層建築的哲學家 他在什麼意義上 是上層建築的哲學家 這也就是我們給他的 這樣一個哲學定性 這個剛好呈現了什麼 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 和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 一個根本區別 根本區別 就說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雖然他們也講經濟基礎 這個決定上層建築 但是在這個裡面 他們做了深入聯繫的是經濟基礎 就是生產力和經濟基礎 他們做了一個內在結構的 一個剖析和聯繫 但是對於上層建築 他們是沒有展開的 他只是說上層建築的 這個意識部分 這個比方說國家意識 這個部分 他是怎麼由經濟決定的 而且他整個的這樣一個 這個建立說明的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因為這個馬克思 和恩克思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 第二國際是從這個 自由資本向壟斷資本 過渡的這樣一個時期 過渡的時期 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呢 也在處在一個從前資本主義社會 向資本主義社會 轉變的這樣一個階段 這樣一個階段 這個我們都講了 從一個政治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 然後轉變為一個 這個現代國家的這樣一個形態 雖然他們是二十世紀的 但是呢由於這個東方 這個轉變和這個進入資本主義 是在西方的這個外在壓力下進入的 所以在時代上有一個錯位 所以他和這個 和前面呢 他處在同一個時代 就是和馬克思實際上是通在 都處在一個自由資本 到這個壟斷資本 就是從這個資本主義 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這樣一個轉換 那麼在這樣一個轉換當中 呈現在思想家的 就是說當時的這樣一個社會結構什麼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普利安諾夫所描述出來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一個很簡單的 上層建築內部有什麼東西 它的國家機制發生了什麼變化 當時的社會並沒有 並沒有分化出來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 這個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就不一樣了 就是說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 法達資本主義的這樣一個國家 那麼也就是說壟斷資本呢 它已經建立了 資產階級 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機器 這個時候 國家內部發生了分化 發生了分化 那也就是說 國家內部不僅有這個 以這個軍隊監獄警察為主的 這樣一個政治國家 同時呢還有發展出來 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這個倫理國家 就是文化這一個部分產生出來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要對整個的這個上層建築的 這樣一個部分 隨著這個國家的發展 對國家機器 國家結構 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能源的構成 要進行一個全部的重新研究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西方馬克思主義 特別是葛蘭西 可以說是有意見性的提出了 這個時期的這樣一個 哲學觀念 他的哲學問題 那也就是說 在這個時期 他作為一個上層建築的 這樣一個思想家 他對當時的國家變化 以及國家理念 提出了一種新的觀念 提出了一種新的觀念 所以呢 他成為了上層建築的 這樣一個思想家 他的重心 不是以生產力生產關係 決定上層建築為對象 這個對哈拉爾來說 可以說是他的理論前提 成而不論 可以不再研究了 那麼他的進一步呢 是進到對上層建築的 內部結構 以及他的特性 做了一個新的研究 提出來新的研究 所以形成了新的這個觀念 形成這個 我們這個世紀要討論的 這樣一些新的 這樣一些問題 所以這就是我們啊 為什麼要理解 他是一個上層建築哲學家 把他和這個把他的思想 當然他是本人 受到了很多的排斥啊 雖然他不是在 法西斯建築裡面死的 但是他從建築裡面 放出來的時候呢 就馬上就去世了 他父親還在家裡等著他回家 但是呢後來呢實際上 他在這個路上 就被那個汽車撞死了 有的說是一個淪危的 這樣一個事件 但是現在沒辦法查證 後來他父親聽到這個消息以後 馬上自己也就去世了啊 就是經受不了 所以他的整個這樣一些思想 就是從他自己本人來說呢 就是說在他之前 不僅這個沒有被能理解 而且在他之後呢 他也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 這個異端 異端啊也是長期受到批判 那麼最近呢就是說 在20世紀的後半月開始啊 就是能不能重新這個 開始研究葛蘭西 特別是到現在啊 葛蘭西依然是這個西方世界 關注的這樣一個熱點 一個熱點 那麼這是葛蘭西 再一個呢就是盧卡奇 那麼盧卡奇呢 他的這樣一個思想呢 主要在兩個部分 一個是他對階級意識的研究 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研究 在這一個時期啊 把這個階級意識 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呢 進行了一個深入的剖析 另外一個呢 他提出了社會存在的本體論問題 社會存在的本體論問題 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到時候會把這兩個部分呢 把它講出來啊 因為他的思想呢 後來對這個布達佩斯學派 以及對這個 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產生了一些影響 這個布達佩斯學派呢 可以說是由他的弟子所組成的 由他弟子所組成 但是這個布達佩斯學派的這樣一些 就他的這個弟子啊 就跟就認為呢 盧卡奇的這個 社會存在本體論 有很多的問題 有很多的問題 後來呢 就要對他進行批判 後來盧卡奇就跟他們說 說你們不要等我活著的時候批啊 等我死了再批 就說讓我把那個書能夠完成 你這一批的話我都完不成了 就是能把這個思想 全部那個都能完成它 所以後來呢 他們就等這個盧卡奇去世了以後 就對這個盧卡奇的思想做了一個批判 然後在批判當中形成超越 這個我們在講到盧卡奇的 社會存在本體論的時候 會把這樣一個問題啊 就說他們之間到底是什麼區別 就說布達佩斯學派 這個盧卡奇作為他的這樣一個 這個可以說是創始人吧 那麼和他的後面的弟子的思想家裡面 到底有什麼區別啊 到底有什麼區別 我們到時候再講啊 但是這個可以說盧卡奇 可以作為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啊 過渡性的人物啊 就是對日常生活研究的一個過渡性的人物 最後呢是科爾斯 這個我們在前面講了 就是他對這個西方馬斯主義的 這樣一個定義 以及他的傳統和特點的這樣一個說明 我們在前面的這樣一個定義裡面都講了 大家到時候結合書呢 再預計啊 我們這一個部分呢 就不再講科爾斯了 而著重講這個葛蘭西的這樣一個思想 那麼葛蘭西的這個思想呢 首先啊 我們簡單的 非常簡單的 把他的這樣一個 葛蘭西的這樣一個生平啊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主要是從思想上 就是他的這個思想發展過程上啊 進行介紹 就說這個葛蘭西呢 他是這個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曾經擔任過義共的總書記 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主席團的成員 也是意大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那麼在他的這個疑生當中 可以說是有一個很大的 他是這個1891年1月22號啊 在意大利南部的這個薩丁島 這個阿萊斯村啊 一個小公務員的這個 政府小公務員的家庭 就是他父親是個政府的小公務員 就是所有的寫這個葛蘭西的書裡面 都要記載一個事情 一個事情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四歲的時候啊 從這個樓梯上面摔下來 造成了一個內傷 就是他們家有一個叫他 帶他的一個保母 那個保母呢 因為不小心去 當時呢就是記載 就說這個保母啊 因為去談戀愛去了 就沒管他 然後呢他就從這個樓梯上摔下來了 摔下這個 本來呢應該當時治療就沒問題的 後來呢因為他的這個 這個保母怕自己這個受到訓斥 然後呢就瞎了不敢說 然後沒有說的就 使他的這個治療啊就延誤了 所以呢這樣呢就導致了他的這個 一個嚴重的這樣一個內傷 呃人們一般呢就說 這個事情呢好像是他整個的苦難兒傳奇一生的 這樣一個開始 所以都要寫這樣一個 都要寫這個事情 所以這樣呢就使他的這個 後來呀就成了一個 呃這個 就是說一直都是一個駝背啊 就是一個駝背 然後呢這個身高呢也只有 呃這個1米5就是個子也很矮 這樣東西但是呢 呃他卻有著非常 也鍛鍊他一個非常堅強的這樣一個意志 非常堅強的意志 呃從他的這個 遺生來說呢 呃可以說他只活了46歲 只活了46歲 那麼在他的遺生當中他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呢是1926年11月被捕寓意以前 一個是這個之後 之後就是在這個1926年11月被捕之前呢 他的理論研究是和他的實踐活動緊密在 聯繫在一起的 那麼在實踐上呢 就是說他在1919年4月到5月的時候啊 和當時的這樣一個叫做陶里亞地 呃特拉契黎和這個塔斯卡他們一起啊 就是創辦了這個新次序這樣一個雜誌 新次序雜誌 這個新次序雜誌 他們最辦刊的時候呢 最開始的時候啊 就是作為這個工廠委員會 工廠委員會就是當時的這樣一個功能階級的一個組織吧 就是跟就是說原來是帶有這個工會性質的 那麼就是說為他們這個服務 那麼創辦了前面兩期 因為這個塔斯卡他們出錢的啊 就是由他們來主編 這個呃呃呃 葛南西呢並沒有擔任主編 後來出了兩期以後啊 就他們就到工人裡面去聽 看一看那個反響怎麼樣 結果後來發現工人沒有 對這個雜誌根本沒有任何的反響 沒有任何的反響 這個問題在什麼呢 就是說他辦的這些雜誌 這些口號啊 流於一種形式 流於一種形式 他沒辦法和工人的這樣一個切身利益 沒有辦法 就是講的東西啊 是跟工人無關的東西 所以和工人無關的東西的 這樣一些東西啊 想去發動工人是很困難的 所以工人對這個雜誌沒有任何的興趣 後來這樣呢 就是為了這個實現這個雜誌的目的 後來就由葛南西擔任這樣一個雜誌的主編 那麼葛南西馬上在這個後面以後呢 就經過這樣一個努力 一個努力啊 就是說把這個工廠委員會的這樣一個政治目的啊 把它結合起來了 使他成就使這樣一個新次序這樣一個雜誌呢 辦成了工廠委員會的一個報刊 工廠委員會的報刊 那麼也就是說工廠委員會呢 就是強調了這樣一個功能的這樣一個政治目的 就是他們的政治鬥爭的這樣一個特點 以及他的這樣一個目標 和工人的這樣一個切勢力啊聯繫起來了 所以這樣的葛南西啊 就這個在這個裡面呢 就成為了一個這個 就這個工廠委員會啊 就把這個工廠委員會 從這個一個原來帶有工會性質的 最後變成了一個無產階級 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的這樣一個政治形式 政治形勢